OdioJungle 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同时 他也成为了众多出版商力争签约的宠儿 纽约大出版商开出预付10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6342.8万元的条件 希望希克斯同意出书 揭秘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真实生活内幕 3月4日海外网 去年9月 希克斯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通讯主任 年仅28岁 成为白宫最年轻的高级官员之一 当时外界猜测 希克斯会不会成为克林顿时期的莱恩斯基 而今希克斯辞职了 此前媒体没有关于他与特朗普的非文报道 看来希克斯是安全的 即便如此 出版商依然将希克斯视为巨大的商机 纷纷向其示好 甚至有出版商表示 一旦希克斯点头同意出书 必然会创造十年来的最好销量 那么 希克斯会出书揭秘白宫生活内幕吗 首先应该说 有可能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 与特朗普有过合作的人 都喜欢出书揭秘特朗普政府的内幕 比如 美国资深记者迈克尔沃尔夫 出版了烈焰与怒火 特朗普白宫内幕 特朗普前竞选经理莱安多夫斯基出版了让特朗普做自己 遭特朗普解雇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新书更高的忠诚度 真相 好 言和领导也即将出版 所以 希克斯完全可能向前辈学习 即将白宫的生活内幕告诉世人 也能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 第二 已经出版的书都很快成为了畅销书 烈焰与怒火 特朗普白宫内幕 一月初出版后 销量达90万册 并很快占据书籍畅销榜单之手 让特朗普做自己 也很快成为畅销书 更高的忠诚度 真相 谎言和领导的科米 已经获得200万美元的预付金 希克斯如果同意出书 1000万美元马上可以到手 而且有可能比之前的这些畅销书更加畅销 其次也要说 不可能不大 主要原因也有两点 第一 之前出书的人都是男性 写书会很大胆 而希克斯是女性 而且是特朗普最亲密的女助手 与特朗普的关系 仅次于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 和第一女儿伊万卡 尤其希克斯 年仅29岁 白宫生活的 有些内容不能不好 也不便写进书中 第二 希克斯在白宫担任通讯主任 知道的内幕和机密很多 稍不注意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 如果希克斯 因为出书而让国家受损 或将自己隆起 那将得不偿失 当然 是否出书的权力 掌握在希克斯手中 包括特朗普在内 任何人也无法干涉 看在一千万美元的份上 看在必定成为畅销书的份上 希克斯也有可能同意出书 毕竟 像希克斯这么年纪轻轻就能 接触总统 接触白宫生活的女性并不多 这应该是希克斯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 如果这笔财富不用起来 实在太可惜了 毛开